HELLO 大家好,我是剛剛老師 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歡的影片論壇 也就是跟著我看影片學唱歌的時間啦 那我們今天來看的這首歌是韓國女團 N-MIX在3月20日發行的新專輯 NEXT TIME GO 其中的主打歌LOVE ME LIKE THIS 雖然這個團體有韓國女團特種兵之稱 但是他們出道一年多以來 直到今年3月29日才以這首歌 都拿到了第一次的E位 在這邊也要恭喜他們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看的版本 就是他們得到E位的時候的 ANCO現場演唱的版本 應該可以非常真實的聽到他們每個人的歌聲 那在我們正式進入今天影片內容之前 先進入一小段的工商時間 去年幫大家團購一個 可以一鍵消除人聲的K歌音響的時候 就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說 要是有升降Key的功能就完美了 我終於幫大家找到了這個 可以完美實現大家心願的K歌神器 首先 一鍵消除人聲的功能依舊很強大 各種語言、曲風 甚至當天發行的歌曲 這個黑科技都可以一鍵把歌曲變成伴奏 而升降Key的功能 除了讓你唱到高得要死的歌可以舒服一點 最實用的 其實是當你想唱異性的歌的時候 也能升降Key來找到最適合自己的Key 此外你也可以直接用手機高音質的錄翻唱或直播 不用再剪輯影片或額外的設備 而這幾個功能一起用就像這樣 這支麥克風其實還有很多強大功能 大家也可以到留言區連結看更多詳細介紹 買回去也不用擔心不會用 我們還有贈送線上使用教學課程喔 所以這個麥克風就像隨身KTV 不管你是居家防疫還是返鄉坐車 都可以完美解決你想唱歌的影 我們也去幫大家爭取了團購價 這支麥克風原價是6980 這支團購價直接幫大家降價1000元 就能夠擁有這個Key哥的神器囉 這個麥克風現貨數量有限 再加上粉絲們手速真的很快 如果這批現貨沒搶到 預購需要等一到兩個月才會出貨 所以大家真的要搶要快 現在立刻去下單吧 那我們就繼續今天的影片內容囉 Let's go 想吃東西 每次看見到 三文字幕 《 the first step》 還有一會兒 每次渡視你 把一みたい 我也有 每次渡視你 的 首歌 眼睛抹著 It's so easy You just got it OK 先到這邊 我們來從頭看一下 不愧是特爪冰 第一位進來的是Q Jin 目前影片論壇已經做了他們的第三首歌了 我記得這三首歌都是Q Jin 第一個進來的 所以Q Jin 就是一個定心玩的感覺 你可以聽到他一進來的聲音就是非常非常穩定 雖然說尾音有收收快破快破 但是瑕不掩餘你可以聽得出來他的聲音是非常非常亮的 而且這個地方應該已經進渾身區了 最後兩顆音 這邊已經進了渾身區降B4跟B4 但是你可以聽得出來他聲音非常的扎實 又不會讓人家覺得有緊繃的感覺 所以Q Jin 的聲音是真的非常非常好的 第二個進來的是Bae 他這邊唱到後面他已經開始有點偏高了 音準有點不太準 有可能是他們這邊的伴奏旋律性的樂器稍微小一點 比較重節奏的感覺 所以他會有點抓不到Q 除此之外我之前的影片有說過 當他稍微用一個比較鬆一點的聲音去唱歌的時候 就會有點擔心他下一秒是不是要走音的感覺 尤其他是走到低音的時候 他的聲音特別容易鬆開來 他的高音其實也是到了渾身區 就跟剛剛Q Jin 一模一樣的音高 他本身區其實也是唱得不錯的 接著進來是 Hei Woon 跟 Ji Woo 那 Hei Woon 我在前兩首歌都有說過 他有一個很好的聲音 但是他在歌曲裡面 常常會用一個比較輕柔的聲音唱他的part 後面緊接著 Ji Woo 進來就很明顯有一個對比 Ji Woo 的音色會稍微比較亮一點的感覺 我們再聽一次 那麼 Ji Woo 的聲音就非常有power 的感覺 Ji Woo 雖然說他這邊好像是在 riff的感覺 W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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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已經 wanna 喊到了女生的渾身區 B4 了 所以他的渾身區也很好 Wan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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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也有 Oh baby 接著進來的是 So Yeun 前兩支影片的時候有說過 輪額的低音會稍微比較弱一點 高音是他的長相 這首歌已經有比較好 但是還是可以聽得出來 高音的時候聲音會比較亮出來的感覺 最後一個進來的是 Lili 还是依旧非常非常的强 他这边选择了 比较轻柔一点的音色 以我有对他的了解 其实这个音高他要唱扎实的音色也是可以的 会有一个音色转换的感觉 代表他对于他的各种音色 也是掌握的蛮好的 可以控制的非常不错 OK 整个副歌没什么东西就是 Love me like this love me like that OK 我们就看下一段 我认为是一次副歌 温暖可以重新 迷紧的感觉 这感情的不逢了 给表情会的逻多现 我认背着了 我心里也会自众心的 我认为是一个爱的 我认为我认为是一个爱的 我认为是一个爱的 我认为了 OK 先到這邊 這一段雖然說旋律是一樣的 不過換了不同的人唱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 而且有很多我自己蠻喜歡的段落的 我覺得這一段真的是太棒了 這一段真的是超好聽 而且這邊可以聽得出來 他們兩個這邊應該是練了蠻久的 合得非常非常好 卡得非常的整齊 Karen在這邊跟Lily合唱的時候 他的聲音也完全的展現出來了 我自己感覺是有點欲強則強的感覺 他這邊的聲音就明顯的 比前面那一段的音色量非常多的感覺 這一段我個人非常喜歡 就是這個和聲真的卡得太好 乍看感覺是他們兩個合作無間 不過實際上 Lily要唱的部分其實會比Heaven稍微在難一點 第一個就是他的音是稍微比較高一點點的 就是這邊都是完全在混聲區 B4這裡 另外一個是他又要讓Heaven的聲音是出來的 他就要把控他的音色 不能搶過Heaven 所以其實Lily在這邊唱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兩個人喝起來也非常好聽 這邊Q進也唱了一小段 這一小段就可以聽得出來 Q進對於稍微低一點的音域其實不太擅長 他的聲音會幾乎快聽不見了 這邊到了降A3而已 其實對女生來說不算低 所以我個人覺得如果下次要分配旋律給他的話 盡量是在中央C以上他會表現得最好 B4這邊也是他還是會在中間換一個氣音比較多 比較抒情的音色 就會讓人擔心會不穩定 比方說 高音他反而沒有虛開來 在走下來的過程中虛開來了 如果他要邊唱邊跳的話會比較容易不穩定 像這種氣音比較多或是比較虛一點的聲音 會很容易被伴奏蓋掉 聲音會亮不出來的感覺 最後一句禁副歌之前是Sowen 倫若唱的也唱得非常好 相較於前一段Lily唱的來說 最高音其實有點沒有唱到的感覺 幾乎聽不到這樣子的感覺 不過他們兩個最後那個小音符 我都覺得唱得非常好 唱得非常乾淨俐落 唱得非常清楚的 我們來聽一下他們兩個人唱這一段 就唱得很清楚 然後Lily的呢 非常乾淨很清楚的感覺 這邊都練得非常好 OK 第二段副歌跟第一段呢 雖然是不一樣人唱的 我覺得沒什麼重點 我們就直接跳過 直接從Bridge來 跟那差珍沒聲音 心張速的震驚 N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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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先到這邊 這段是Q進 剛剛說了 他的低音會有點不太擅長的感覺 這一段就可以聽得更明顯的 N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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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邊有點不太穩定 就下不去的感覺 N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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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才是他最好的音色 NA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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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Y 這段不用說還是非常非常厲害 NASY 就是他一直在掛在降E5 非常非常高 聲音非常的扎實 而且我覺得要藉由這段順便跟大家討論一下 之前LILY在前兩首歌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說 LILY的高音感覺會有點刺耳 他這邊的高音我個人覺得完全沒有刺耳 我自己覺得是他好像又進化了 OK 最後還有一小段副歌 不過我個人覺得比較沒有那麼多可以討論了 所以我們就不聽囉 最後總結一下 這個團呢 不愧是特種兵 現場的演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穩定 而且他們其實還有練習室邊唱邊跳的版本 其實也是唱得非常好 只是我也不太確定那個收音是現場演唱 還是有疊了一點原始音軌在裡面 所以我才沒有用那個影片來跟大家分享 雖然說他們最近才得了第一次的EA 但我個人覺得在第五段韓國女團裡面 平均實力最好的就是MMIX 總體來說他們每個人聲音都非常的好 聲音非常的亮 然後渾身曲也唱得很好 但比方說QGIN的低音可能要再加強一下 貝也可能要去習慣不要用氣音唱歌 然後HEAWEN就用他最好的音色唱歌就對了 然後SOYUN輪額就是低音再練得更強就好了 然後JU目前聽起來聲音都非常的好 繼續保持 然後LILY本來就很強 但是看起來他好像還可以再更強 那最後還是要來跟大家推薦 如果你想要快速有效的改善自己的歌聲的話 歡迎來找我上課 我們在三個月衝刺班結業的同學 他們的before after成果影片 有會陸續新增在三個月聲音改造的這個播放清單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喔 如果你對課程有興趣的話 歡迎加入官方LINE詢問 如果對課程沒興趣還是可以加入官方LINE 因為加入官方LINE就可以免費索取開賞菜單喔 好的今天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按讚加分享 也不忘了訂閱我Youtube頻道 平台通知的小鈴鐺 這樣我更新影片的時候你才不會錯過喔 最後也別人按讚我們Facebook追蹤IG 以及加入我們的官方LINE 免費索取開賞菜單喔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卡拉老師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記得要大家分享喔 掰掰